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今天請來Tommy聊天 Tommy,你好 找到你來真的很緊要 最近大家都很害怕,看到環球的高風險資產散下來 當然要找一個經驗豐富,見慣風浪的老航村來給我們啟底 是否需要吃得到憂慮? 這幾件事合起來,造成了差不多劃一的資產價格都下跌 股票、債券、甚至金都下跌了 是呀,連一些避險的東西都下跌 其實這是我們所謂的deleverage 如果借了很多錢去買一些有風險的資產 你發覺有些不對勁,就走 借的東西,大家一起還 很明顯,過去兩年最低息是日圓 所以整個市場都是借日圓 甚至有些是借人民幣 所以你看到這兩天,人民幣也有些上升 雖然內地是減息的 所以你發覺,這些資產市場的跌幅 好像很誇張,日圓又好像一個星期升5% 都算多了 但是不要忘記,日圓是一個幾超賣的水平是升的 所以這個又沒有算是一個非常大的deleverage 如果我們看以往的經驗的話 日圓如果是對那些所謂風險的貨幣 例如奧元,紐元等等 一個星期,奧元可以對那日圓下跌10% 或者是以上 這才算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 或者VRX要升到30% 現在VRX雖然是升,都是18%左右 所以Tatomy來真的有用 因為這些境況,普羅的投資者看到都已經覺得害怕了 因為你單在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內 那些對日圓的一些交叉盤的拆倉 以至到,其實我們剛才所講的一些傳統避險的資產 譬如金、銀、一些基本金屬之前 都曾經有一個漂亮的星浪,全部unwind了 你就是擔心這一個是不是剛剛開始 你記得如果是說日本央行開會 上一次開會是6月中的時候 那時的美元對日圓大概157左右 但是那時日本央行已經牽了給你聽 就是下一次開會 我們會公佈一個減買資產的計劃 那次被大家罵他 誰知道市民不理會 就是繼續採取日圓,採取到他去到162 然後你見到這個干預了 所以那500點其實是一個沒什麼理性 亂推銷日圓的情況 所以如果說你真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水平 可能他應該是停在大概157、158 那他現在呢就是上回,上回譬如152 那這些就是很正常的回調 那因為都要離開會了,7月底 7月底加息和那個所謂減買債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所以像你說的,其實所有東西剛剛在同一個時間點會出現 就引發了這個叫做夾倉行動 那還有Trump Trader 現在特別盛行 那如果當你是有一個換馬的情況出現 譬如你說,我們買一些羅素2000 沽了那些高估值的東西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你買羅素2000的時候 因為是小股的嘛 那你又不買得太多 那你買少許的就上了 但是你去到一些大的股值 譬如你說NVIDIA等等 那你沽了一兩天,大家就不太覺得 當大家一起進去沽的時候 就是加上一些業績出來 最近的AI又不是真的很好 這個Tesla又不是很好 結果你就將它反射到整個科技板塊 當然也有中國的因素在裏面 我們開完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之後就馬上減息 那你馬上減息 那你如果市場正在上的時候 大家就說減息好的 當市場正在下的時候 大家就害怕 不知道有什麼重大風險在那裏 要調節這麼多東西 所以你變成了所有的 第一就是既然已經累積了這麼多的 或者是利益 美股就調一調 其實Tommy以前 譬如我們說 日元引發拆倉 以致全球有些風險資產 高風險資產 通常是一些高息的資產 或者是換一些高息的貨幣等等 但是今次大家就說 就是因為剛才所說的Tag股 又或者美股那邊 其實真的很多人 就借了一些便宜的日元 甚至是便宜的人民幣也好 是不是 就是在那邊 其實是一些對沖基金 共產人基金 持有很多大型的美股 而引發到今次的問題 跟以往是否都會有少少不同 不是很同 以往如果你說拆日完 那當然是一些 譬如說高息的那些 譬如說EAM的貨幣 它是最大壓力的下跌 今次都有下跌的 但是變成今次 批索那些 你連帽式的黃金也下跌 那這件事 反映了 就是說市場 就不只是拆肚息交易 現在變成說 特朗普事實上都很難估 現在我們 是將那個margin 所謂ratial 把它收小 收小 你剛才就說 因為我們暫時來說 因為你見慣風浪 你就發覺 譬如這幾天 大家很害怕 其實實情和以前的比較 就不算很害怕 因為那些跌幅不是很厲害 但是 如果這個只是Stage 1 因為今個星期 日本央行 大家等它真的不疑 接著你又有 譬如一些其他主要的央行 聯儲局 英倫銀行等等 其實大家都比較害怕 究竟接下來 會不會再引發Stage 2 甚至是更大規模的一個 風暴 我覺得Stage 2是會有的 Stage 2會有 因為如果我們看 剛才說過 有部分日本的央行加息 和它開始結束量寬 是因為通脹高 現在人工又升了 日本 現在平均有2.5% 而且政治方面 現在手上支持的內閣只有15% 是的自民黨 九月 其實 不過這樣 日本選來選去都是選自民黨出來 只不過 九月 現在岸田民紅 可能不能做都不定 變成它自己政治不穩定 這些是它內部因素 但是它給了壓力央行 它一直都給了壓力央行 不過央行之前就不承認 後來央行行長現在都承認 他說如果日圓太弱 其實是對入口的貨品的價格 會推高很多 這件事就令到普遍民眾受苦 大家說日本好 股市升這麼多 有很多人去日本旅行 但是很多中小企都是很受害的 解不到 因為其實日本 你計算下去 有99%公司是中小企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接受這個彭博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第一件事 他就說日圓和人民幣是過弱的 是的 搞壞了美金 是的 如果你要看日圓 怎樣才不算是過弱呢 最好將它和美匯指數比較一下 如果我們看今年美匯指數 那個升幅到現在為止 大概是2.3% 但是日圓對美金的跌幅 到現在它已經調了很多 到現在為止還有8% 換句話說 如果你說日本想舉手 我們沒有蓄意令到日圓走弱 我們不是做量寬整到它走弱 我們還有做干預令它走弱 那麼它就有必要把日圓 做回去和美匯指數是一致的 換句話說 日本的日圓可能還會升多6% 差不多 這件事就要來掩蓋特朗普的嘴 讓它不要說 我下一次就會定義你做貨幣操控國 因為現在其實美國沒有定義任何一個地方做貨幣操控國 不過日本已經進入了這個觀察名單 如果你變成貨幣操控國的話 它可以搬一條條例出來 301出來馬上給你關稅 而且這個關稅 就不是它所說的10%那麼少 所以日圓會有機會再走弱 這個就是引發你所說的 那你可能有第二次的拆倉都不頂 哇 但是你第二次拆倉 大家就會發覺 第二次拆倉的時候 你和第一次 可能那個幅度不一定有這麼大 因為我們算下算下 現在你第二季度 那個美股出了業績 有些應該大概三分之一 那正面那個驚喜大概還有79% 那你說第三、四季不會太好的 就算你抵抬了 那美股今年如果那個S&P 那個就是每股盈利 大概那個增長應該還有7到8% 那換句話說 就是大概250元左右 那250元 你拿個22倍PE出來的一計 那S&P500就5500點左右 那現在5300多 那都不是一個太過離譜的 overvaluation 所以都是不能忽視一個主要市場 就是很多人其實反而等 那個美股做一些健康的調整 他們會駕駛得舒服些 那之前太集中在一些科技板塊 那些人又挑剔了 是不是呢 然後慢慢伸展到一些中小股 大家又說 經濟衰退了 你是不是真的有盈利 又不舒服 那你不做一些整體的一些調整 就真的大家駕駛不下去 這個很正路的 因為羅素2000 雖然說 這個是 世價股 他們覺得的是 但是羅素2000 都是羅素3000裏面 就是所謂 最低市值那2000間 但是羅素3000 是最高市值那3000間 所以這個世價股 大家就要分別了 跟香港的世價股是不同的 所以當你說 有換馬走進去這些 就是世價股裏面 或者走進去這些 所謂的二三線股裏面 就不同 你在香港走進去一些 就是三線股裏面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一個 不是太差的信徒 你站在那邊 我覺得就不是太差的 是的 但是當然 你如果說有一些 升得太高的 很自然 現在 因為大家開始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 那AI你最上油炒了 那中油那些好像不太行 現在短期裏面 就有一些震盪了 所以就有一些換馬出現 那我們再摸著石頭過河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距離美國大選 都還有一段日子 是的 因為接下來 你真是 賀錦麗 正式都應該是他的 等民主黨最後說一句 最終的大會決定 然後 就應該等他們兩者辯論 但是現在市場的 speculation 都幾多 因為你看到賀錦麗 你猜不到他 突然間那個 民意的調查 的支持度 是貼近 你說得很正確的 這個整個 就是所謂的拆倉 和換馬潮 其實是由大概7月初開始 6月底7月初開始 首先 在美國方面 走進去買羅素2000那些 二三線股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前就沒有這麼快 通常 總統選舉11月 通常 9月才會發生 8、9月 今年最壞的是 拜登 拜登 要求6月 要有一個總統選舉辯論 是 早了 早了整個兩個月 現在變成 你這個不確定的時間 拖長了差不多兩個月 這麼久 之前就是早了Trump trade 大家都猜過 所以是早了 所以現在變成大家一起 一條路逃生的話 變成好像很恐慌 那接下來我們買東西 我們看特朗普說 還是看賀錦麗說 你叫Trump trade 曾經拆了一陣 然後跟著他的主題走 跟著賀錦麗一上來 大家又開始找賀錦麗 我想我們就看看 Trump 賀錦麗 我們所謂的燒規操巡 他會跟著拜登那些政策 因為太急了 他都說不到 例如那些什麼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那些補貼等等 你可能那些 新能源那些 現在這麼受壓 到時候會好一點 電動車的補貼會繼續下去 這些辦法可能表現好一些 但是Trump 如果他是上場的話 我們就要分開 他有些什麼都說出來的 就是差不多90%以上 是可以做到的 有些什麼是不可以做到的 是的 那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說你要打壓這個美金的話 其實他是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因為日本其實 真的是 是美國的保護省以下 所以你看到台灣 那樣東西 他也都可以做到的 這個半導體都有點害怕 所以半導體 半導體的問題 也都不是說嚴重得那麼厲害 只不過說價格可能 將來是會 比現在是上調的比較多一些 就是台積電在那邊設廠 是的 你要台積電去設廠 那你人工這麼高 是不是 新能源的東西 它也都可能 就是說 這裏就是油價 油價其實也都開始有反應 你看最近的油價這麼低 我想這件事 他是有機會 將它推到大概70元左右的邊緣 原因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立刻 是停止烏克蘭的資助 你可以逼到烏克蘭 可能要立刻上去這個談判桌 還有另一方面 沙地方面 他就說他跟這個真王子 有非常好的關係 我想這一方面 如果在中東方面 其實他對這些產油國 都還是有一些影響力在 還有如果是Deregulation 即是去監管化 令到那些油企在美國 重新鎮作 因為現在油企 那個所謂 譬如你那些活躍 那些轉油台的數目 是非常之低的 是的 大家都說 反正你做新能源 又給那麼多的規管我們 我們就不做了 不如現在cash card cash card有它 但是這些油企會重新鎮作 所以這些油價 似乎還有一段時間是炒落的 關稅是有機會的 但是關稅這件事 他曾經說過 這個可能是一種手段 這個手段 有時候他就說 60%的關稅是給中國 後來他又不認 彭博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我沒有說過60% 我說50%而已 那50%也是很高的 但是他又順便跟你說 其實關稅也是一種手段 我們可以令到他 譬如說 我們有些東西准進入 進去內地 不要有那麼多批准要拿等等 等等 回來的話 可能要求他們 回來我們美國 又設一些廠等等 因為現在有一些內地企業 其實也是好像台積電一樣 他們有計劃去設廠 但是已經停了 我想關稅的威脅會不停在這裏 但是虛擬貨幣他現在就轉軚 他現在就准你做的 之前說不喜歡的 因為他自己說 他自己也做了幾隻NFT 對 這樣挺好賣 這樣 有生意做有錢賺 他就喜歡的 有生意做有錢賺他去去 這些是高機會他會做的 還有他請了一個副手 JD Fence 也是整個 一走出來已經是Crypto的代表 Crypto的代表 但是你不要忘記 賀錦麗也有Crypto的經驗 這個Sea Con Valley 是一個所謂 大家都接受的一個人物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跨資產 首先講股市 如果這麼多這些 還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東西 環球股票 剛才你美股就說了 如果做一些健康調整 其實都不是太大問題 在基於它的企業盈利 還能夠交到功課底下 但是其他很多股市 包括我們剛才辣賭的領域 半導體 晶片那些東西 甚至有些油 資源相關 其實都是一些大腿 就是重磅股 是會動動到不同股市 有很多區內 之前走得很漂亮 譬如日本 台灣 韓國那些 其實高位就7月摸了 跌下來就介乎10-8% 不等都有 日本我有點擔心的 我都說Yen 可能再上多5-6% 但是 你上5-6% 就算你去到144 145 其實有很多日本的企業 他們將那個預算 今年其實做的時候 都是做到140-145 換句話說 你的Yen走到160 他們是會有很多 infall的profit 包括了你將會計 translational profit 但是 如果你的Yen 如果上去 譬如說145 也不代表日股會沉 但是 短期裏面 會見到 它還是有回調的 原因就是 因為 現在的Yen 集中了 第一次 你買Yen 所有資產都會下跌 第二次再買的話 都會下跌 你如果是 概括這麼多資產 你日股應該是最受壓的 所以 今年上半年 我都說 那個Yen 是會令到 日股有回調的 很受壓 但是回調的話 如果我們看到 日經再回調的話 我想 你會回到 大概 去到 3萬4 到3萬5 那麼上下的水平 應該是那麼上下的 大約3萬7%左右 高位調了7% 沒錯 那你就是說 你再調多5-6% 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OK 可以搞得行 但是譬如說 有些是之前一直咬著高位 整項 那些基金都唱好 例如印度 其實它是調得比較遲疑的 硬正的 這些又行不行 印度似乎 如果你要投資的話 就要拿一個非常長期的看法 因為近期 印度政府 對於這個股市過熱 就有些關心 因為 大家不同的關心 香港就過淡 香港那些 它成交太多 它現在那個衍生工具成交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多 但是目的的公職 目的的公職 但是今年目的 就是少數派政府 所以它就不可以有太多 所謂經濟刺激 在財政刺激那裏走出來 它在減財赤 是的 那你收縮財政的話 那不多不少 對那個增長短期有些影響 不過呢 印度始終還是一個最年輕的國家 現在 你說35歲以下的人 佔了65% 人口紅利 所以人口紅利 好像這個 就是2000年代初的中國 那樣 那如果你給5年 10年出來看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短期看的話 那你和政府 是正在打這個對台 那 那 就是 現在那個限制 其實就是 不鼓勵短期炒賣 那鼓勵你拿這個印度的股票 就長過一年以上 因為一年以上 那個就是所謂 這個資產增值稅 就12.5% 如果你是一年以下 就20% 是的 那所以 你變成 就是買印度股的話 就是回調的時候買 你就要真的看兩三年才行 好的 那不同股票市場 就不同的策略 但是呢 我們今天剛才 一路談的時候 都感覺到 接下來的風險是不少的 那這段時間 我就看到有些事情 那些錢就派入債市 就是無論是投資級別的企業債 一些不高收益的債 總之 你查到它的違約率不高 而且你很穩陣 亦都有Yield 那些錢是肯派入去的 現在其實是的 不過就是因為 美國政府出債的速度 現在是較快了 那所以 你看下去 就是美國長期的那些 就是資息率 就沒有什麼跌到的 雖然說很多資金 都還是走進去這個債市 那可能呢 我猜就是 其實現在的市 就是看少了 這個就是 就是聯儲局可以減息的空間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 你錯了幾次 市 去年年底又說要減七次 那之後 來到今年 差不多年中的時候 五次三次一次 變成一次 那我想 就是 那現在兩次 在今年裡面 概率是極高的 那明年 就是大家的確確 就是說 喂 特朗普又說 就是反移民 那等一會兒又說 有關稅 那通脹 會不會回到頭上 那這樣 我想這個恐慌 就是 就是 就是比較 這個憂慮是多了 那我自己覺得 那個債息是還有一跌的 那一跌呢 如果一年來看的話 就是如果說那個聯邦基金利率 上次呢 如果它在3.25%到3.5%左右 那10年債息呢 大概是3.3%左右 那現在的10年債息 就站在那裡 4.25%左右 大概是4.25%左右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 那10年債息還可以跌1%左右的話 那其實呢 就不只是 就是 債券那個價格是會上升的 那甚至 亞洲也會好一點的 我剛才跟你說 特朗普呢 就是 回來呢 他也還是會要求 那些亞洲貨幣升值 嗯 因為呢 現在那個7個的 這個所謂 貨幣操控國的 這個 那個 所謂的監察名單當中 有6個是亞洲國家 包括了中國 日本 台灣 新加坡 所以債券呢 又賺息又賺價 那你可以賺息之餘 你也賺了那個匯價 是的 那你分開兩樣東西 一一樣就是 美元債券 那美元債券的話 你可能是選一些 就是穩陣一些 就是3個B 或者是3個B- 或者是一些銀行的 如果你可以多拿一些 risk 那大家看到 你拿長期和銀行呢 如果你覺得那個地方 那個金融系統是OK的話 那我給大家看看這個 其實東亞這個是subdebt 就是 所謂的二級債券 次級債券 但是呢 你的優害高一些 不過風險高一些 哦 那我見有人說 不如選一些短一些 的全續期的 因為亞洲區的選擇多些 是的 那你亞洲區的 那個全續期 那你譬如說 那些 澳門那些 就是博彩企業 那些 那些其實 你說它earning 不太行 但是財務結構 都是OK的 那這個銀行方面 那你就低一些 就是那個earning 就低一些 譬如你 那些 就是美國銀行 澳洲銀行那些 那三四年的 那些大概是接近五厘左右 嗯 這些是穩定之算 那這個呢 就是比較穩陣 另外我見你有一個 那些人很少嘉賓說的 但是都是真的 譬如醫療相關的事情 是 因為原來如果大家 用利科技股回落 有些人是拍下去 二千年的 之後它就把板塊都篤出來 哪些outperform 哪些underperform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很多 是的 醫療股呢 在一個減息的週期裏面 它是審的最多的 那 醫療股其實有兩種的 有一種是高風險的 有一種是低風險的 你制藥那些是低風險的 現在每個人都說要藥 GLP又要減肥 是吧 那你等等 但是它也有一些 BioTech那些 那些 就是剛才出來的 start up 那些 沒有盈利那些 你一減息 它的股價是會上的 所以你整個混合 做一個所謂的ETF 一個組合 這個是一個防禦性的 也挺高的 一個組合 這一個是 XLV 有大規模 這一個是 XLV 就是ETF 它全包了大部份的醫療股 是的 今年來的回報 也有大概10%不錯的 好 非常厲害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不同的資產 也分析了接下來幾個月的形勢 希望幫到各位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可以做好風險的防範措施 希望大家沒事 OK 謝謝Tommy 下次再談 OK 拜拜 直播